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《全日總結》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先讓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看內地股市是個別發展 上次綜合指數未跌14點收市 收報3251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13點 收報11647點 湖深300指數跌14點收報4012點 菜葉板指數升27點 全日收報2398點 看看港股方面 恆指全日要跌347點 收報19567點 國企指數跌146點 收報6648點 科指跌119點收市 收報4105點 大股市全日成交1271億 這節又跟大家講講個別大行報告 和市場新聞 先講複稅降低美團目標價 看251元 預料今年倒店酒店的旅遊 強勁的復甦 看看美團去年收入2199億人民幣 按年升到2.2% 虧損收窄 去年第四季收入有601億 按年增加大約2.1% 萬鈕規圍營 富稅發表報告 說美團去年第四季收入和盈利 都好過市場預期 維持買亞評級 目標價由265元降到251元 富稅認為 美團業績顯示外賣業務 在高準日門檻下 核心競爭優勢 另外預測是 2023年 倒店、酒店和旅行業務的總交易額 將會呈現強勁的復甦 同時公司將投資在用戶和商家 以及擴充業務發展的團隊 美團閃究 在聚焦投資回報的新策略之下 可以預期維持快速的增長 不過見到美團今天的沽額 也挺大 3690全日要跌到6% 131.4% 今天的day load去過130.5%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一個大行報告可以留意 就是花旗對平保的看法 將平保今明兩年的每股盈利預測 下調6.3%和8.3% 去到反映較低的投資收益預測 同時也將公司H股的目標價 由75元下調到72元 維持買入的評級 看看平保今天的表現 跌大2.5% 收報50.7元 今天最低是50.45元 最高位是52元 這個環節跟大家跟進到這裡 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跟大家聊到這裡